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星期的《香港人家書》 我和老總今天就享受一下退休人士的生活 我們在列治民的Richmond Center 裏面的Food Court 跟大家錄節目的 大家享受一下我們在Food Court 裏面那種的氣氛 我們會吃蝦餃 你現在是扮長者 我就在這裡執行長者的任務 來到這裏八點因為準備下雨 也挺寒暗的 希望大家引讓一下 引讓一下我們有一點背景聲 就當我們的配樂 今天我們跟大家說的話題 先從香港廣東省 真的很奇怪 香港完全沒有開招待會的 廣東省開招待會說了一個什麼 就是數字灣區 我們好像被融入了 已經正在融入了 他出了三年要推出 因為數字灣區有七個通 不知是通便、通渠、通姦、通姦 很多不同的通 但是要歸納一些廣澳人士 都在這個數字化的 數字人身上 是啊 最令到大家眼前一害怕的 就是要三地居民 越廣澳 以前呢 在四港年之前最流行的就是省廣澳 是 省就是省城 是是是 現在它就避開 現在避開 就越 越大一點 整個廣東越廣澳大了 那就要變成三地居民統一身份證 那我就 說真的老實 我也看過廣東省發佈那些什麼的原文出來的 嗯 又不知幾多個點 又幾多個step 三年要做什麼 我告訴你 每個中文字呢 轉了做繁體之後呢 我也看得明白 是 但是把所有的中文字加起來 我就沒有東西看得明白 哈哈 就是這些肥痛 聽了這個字你明白 痛啊 就是我看完之後 如果只有一個字通 我看完之後我就不通 你明白不明白 就是那些匪人的這些中文呢 是真的令人的 是將你的思想是會混亂的 爲什麽 我想說少少少路重 就是慘亂你那個 我現在得出一個結論 中共人他做的這些中文 是 他其實就是混亂你的事情 沒錯 將你的思想 思緒呢 搞到亂七八糟 還有他說的語言呢 是絕對令到你不明白 爲什麽你不明白呢 因爲你不明白呢 因爲你不明白呢 他就很明白了 因爲你不明白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呢 操控你的理解情況 或者他覺得你這麽說的時候 他有位子走 去勾督將軍你 告訴你其實又不是這樣 當你告訴你是這樣 因爲很wake 很ambiguous 他就可以反過來告訴你 是可以是這樣 所以呢 功也是他贏 智也是你輸 所以沒得跟他說 叫做雙贏 是 他贏兩次了 兩次 功又贏 之後又贏就贏兩次了 所以呢這些文章 我建議大家呢 就不需要看的 但是呢 就會聽我和老總的分析 關於今次 這麽一個 什麽通什麽通的 背後最大的含意 怎樣老總 最後 其實背後 也都是最後的含意呢 就是將香港統一 將來我湧入去大灣區 這個統一 這個統一身份證 這個關鍵 不是身份證 關鍵是統一 就是說 將來香港人就有一份 有一張叫做灣區身份證 它叫做數字 數字就是香港人用數碼 一陣子叫做數字 一陣子叫做數位 總之香港人叫做數碼 利用高科技 將香港人呢 就拆了你的一國兩制 你們最後的 無首可險 深房 是的 和拆除了中港的邊界 其實 以後呢 就再 港部層班 再不會享有什麽超級國民待遇 就是說 你是港澳人 香港人 大灣區人 以後大都沒有 沒得你大 大灣區人 叫做灣區居民 沒錯 其實我們知道呢 香港政府呢 已經一直以來呢 就是加緊這個 加速這個融入的 嗯 第一這個回鄉症 是不是 回鄉症你也可以進去 醫通道那些地方 是的 現在搞這個粵港通 是 那些車要下來 香港人的車可以送回去 嗯 那現在又將我們香港人的 醫療券 嗯 給老人家 又安排去醫病 那甚至沒有呢 如果你是香港人呢 剛剛沒有一個親戚呢 就是一個老子 就在大陸面做事的 嗯 那也都可以呢 就是申請呢 安排她的媽媽呢 就回大陸裏面那些 那些的養老 那些居 那些路路機構 又可以住啊 好了 那你也都有一些的人 就是一個不小心 買了大灣區那些 那些 那你又有房地產證了 嗯 那又有一些人呢 就是回到大陸裏面做事 那你又申請一些的 啊 居留證啊 余思綠區 那其實它就將這個 就是簡易而言之呢 就將你啊 房地產的證明啊 醫療啊 居住啊 做事啊 所有這些的資料呢 全部 統一在一個system裡面呢 你是可以呢 中國啦 廣州啦 廣東站 是 還有你香港可以access到 vice versa 他大陸的人 緊密了下來香港的時候 他可能他的兒子來讀書啦 是吧 就是他在香港裡面有身份證啦 如此類推 大家的data 全都bred in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其實呢 你這個八個字都對的 到最後其實就是食毀了你 四個字 食人說你 叫做深度融合 其實那個融呢 他現在說說說是融 是共融的融嘛 就是融的 現在呢就是深度融合就變了 全面融化 是火自邊做的融 就是融 是滅了來的 那香港呢我估計 到了2025年的 所謂三年計劃嘛 到了那個時候呢 已經沒有香港人身份了 而呢 香港人呢 以後呢也都 變成了大灣區 或者是大陸的公民 其實是沒有公民 居民的代議一字化 沒錯 那這個情況之下呢 香港人再沒有一個 distinct的一個idea 那所以呢 你們在北區裡面那些業主呢 我趁你聽完今天的香港人家書呢 麻煩你們快快去 去把你的房地產全部放了去了 因為再過多幾年之後呢 你們已經和這個大灣區 已經是融入了 被人融了 被人融了 我就很想請問一下 深圳河以北的這些樓 又為什麼會便宜你這麼多 便宜過你深界北的樓呢 喂 很快很快 拉平的了 拉平的 如果香港正在跌 你們還不乾脆走得摸 你不要聽了 聽到這個moment 關機就會賣樓了 說真的 不要再看下去了 賣樓 Action Hurry hurr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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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我們在幾集之前 路長我們也有講過 現在因為有一個大灣區 生活一小時生活圈 是呀 聽不懂 接著那些人就上去買菜 是 相機都不上去買行貨 最新的 就是有些人晚上 竟然叫這些大陸那些 送食餐的服務 蛤 送宵夜去北居那裏 嘩 不就是等於 每隻等於香港人的飲食 不是多了很多選項嗎 其實大家呢 不要以為這些的東西 便利 便利 或者偶爾性發生 其實全部裏面都是跟著一個劇本來走的 沒錯 又二十幾年前 將它這個深圳啊 東莞這邊的成都 這堆的 控制不了自己下體的男人 上去找老婆 生兒子 又生了一大堆的這些低端人口 南移香港 大家中港融合 你有親戚在大陸 大陸的人下來了 叫她姨媽 她姨媽上面有個親戚 大家Brain in 一齊 已經習慣了 已經藍不共和 跟著鼓吹大家想深圳北上消費 到今時今日的一個大灣區 一小時的生活血 還有中港的家派這些商務的這些 聯繫 聯繫 上去開廠 如此類的區 二十年過去 時機成熟了 劇本應該是OK了 大家交流得七七八八了 統一了大家這些數據了 我想請問 在這樣的大數據年代之下 你的數據交給這個大陸 再加上 中國 即是香港 鼓吹大家捐氣官 之前又撩鼻 拿了DNA 哇 你們怕不怕 還有 有些什麼商事糾紛 文事糾紛 在大陸有的 香港照執行 香港又是大陸照執行 現在他不是說黎智英那些上去審的嗎 什麼五十五 還在吹風 只有五十五 是啊 畢竟是給大家看 我看到大灣區這次主場是由廣東省吹雞 是 就是說廣州話事 是 是 香港呢 只不過是配角的 香港原來是沒有說的 因為根本就是整個門 都是中共主導 那麼這次呢 去到2025年 看來當局基本完成了 一個所謂數碼灣區的一個 建設任務 就是香港唯一的就是要被通最底 通到香港人呢 就衣食住行 結果到最後 整個香港人發覺 沒有了特區不得止 還是只能夠一生人享受四個東西 吃、喝、玩樂 其他再多五個字都不行 有不同的聲音 大數據 detect 到你 你再不聽話 社會信用體系出來啦 然後呢 你說想買機配出國 或者來香港 慢著 你的信用 跌了 不用說那麼多 離開香港先 只是社會信用體系 是這件事 kickstart 了 你過不過到羅湖都成問題 哦 你還想回去拿什麼北區的 你去到北區之後 你去買東西 你的電子人包會不會鎖死 哦 你的身家 是不是 好了 然後你以為 我是老婆在香港 我當然想順便收買一件 換一個中港的電話卡 你隨時都申請不到這個當地的 這些電話卡 給你申請 其實這個 所謂數字灣區 沒有提到的東西 我們和大家揭秘 就是社會信用體系 是登堂入社 入到香港的了 它不用社會信用體系 實際上整個數字灣區本身的理念的基礎 就是社會信用體系 那你以後搭地鐵 搭這個什麼 搭小輪 可能搭小八都不響了 其實最可憐的呢 就是新界人 是不是 新界人呢 始終和大陸那個聯繫呢 即地理上 地理上就會近密些 香港裏面的港島人呢 如果我真的和你研究一下 我不回大陸 老死不相枉 就在港島裏面 兜兜兜兜兜兜兜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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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那個數碼呢 是沒有國界的 你說說在香港島和上水沒有分別 第二 還有香港政府一定會承諾 所有的資料給大陸 還有你說你不上加仁加爾北 但是政府就特意整固你 麻煩你去上水或者大埔辦事處 跟進你公銜 所有辦的事務 那你怎麼樣 所以這個是談不通 不過理念上 你守著香港島加仁加爾南的精神家園 是可以的 但是社會上是不會放過你的 因為你回答多少 去到太子站 可不可以 我不想去荃灣 我走人 可以嗎 理論上是可以不回答的 但是你的資料現在是全國通了 老哥 那我就這樣看 就是其實他這次 是硬要將所有香港人的資料 現在是大石砸死蟹 要surrender給他們 要一波納勢 一波納勢 沒錯 而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你所有的身份認同 各方面 就越來越能夠管理的 會模糊化的 還有以後再說什麼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就真的行不致遠 是的 遠 就是說 2025年之後 不會有人再說一國兩制 因為你今天就是大灣區 居民 沒錯 連居民 香港永久居民都沒有賣 沒錯 所以這件事都挺可憐 那為什麼老總 你會覺得 就是中共 真的有這麼 美人的臉 突然之間要做這件事 在之前 我們完全沒有聽過 特區政府 說有in-walk 在這個裏面交流一下 say no 大家聊一下 怎樣的資料去互用 怎樣去 沒有商量 完全沒有商量的 一個字 一個字作怪 錢作怪 中共現在想用這種這樣的融合 是將香港的財富資產 據為資源 是 據為國有化 其實是黨有化 嗯 2020年已經這個 港版國安法 其實就是黨安法 已經是將香港的自由殺死 然後就再將香港的 整個社會的資料 是黨有化 所有七百多萬香港人 都要為黨服務 其實這裏你們都可以說 是奴化的開始 我是完全覺得習近平 是不會理你香港人的死活的 中共呢 也都不會理你香港人的 房地產啊 股市啊 升領跌呢 None of their fucking business 你從這一樣的 將 北部都匯區 這個概念 說就是建很多樓 但是我們所有以前英國人 為什麼有這麼多這些的神地 我們自己不去發展 要留下來 為什麼不做呢 因為它就要留一個buffer 有些什麼的衝突啊 有些什麼的東西 我們有一個緩衝區 但是呢 你現在隨著大家 這麼中意不常啊 嗯 大灣區 一小時深門圈啊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啊 啊小娟在上面 啊微微也在上面 啊我要上去找他了 你那些的契弟 是一個二個啊 回到大陸北上 娶老婆 全部都在地獄啊 破壞香港秩序 就是你那些賤人啊 OK 那你融合了這一樣東西之後啊 那你就會想一下 那邊境無謀化 那邊境無謀化的時候 那邊境無謀化的時候 身份也都是開謀化 開謀化啦 我想問你 你們那一層的樓 又為什麼可以 比深圳那一層的樓呢 因為那邊境是在旁邊 看都看得到的了 他脫了衣服在這裡 換衣服 你那個望遠鏡看到的 嗯 為什麼他整個樓 會低你二三四十個巴仙呢 嗯 那你就知道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的所謂北部都匯區 所謂的兩邊的邊界 他們的樓就越來越升 你們的樓就越來越跌 那所以是不是一個 穩困7的一個idea呢 其實就是 要找香港戰敵的 是啊 所以香港什麼 財政儲備啊 什麼外匯儲備啊 你們都不用指望的 所以你是不是要看完 現在這個moment 你還沒去走 你賣樓的 你是不是要快點去出門 call那些什麼 什麼圓啊 什麼聯啊 那些地產公司 去幫我們放本呢 問題啊 放本也很難找人要啊 要大減價 大減價 要你爸爸也很難的 真是慘情 我聽到這個新聞 那一個的心寒一寒 就算我遲點回到香港 看到香港的情況 究竟會變成怎樣 我都很難預料的 即是你會變成了 深圳香港 其實就是 基本上同一個模式 是一體化 一體化了 一體化 問題就不是高級文明 去融合 低級文明 而是低級文明 吸納了 消化了高級文明 而高級文明 要將自己磨平化 然後就將邊界模糊化 然後身份就虛無化 我覺得這種東西令到我們很不舒服 就是中共就不惜出了最後的手段 就因為現在的經濟 你説過蠟肉 是 他現在找香港 不笨7 就要你們現在來為黨報效 我昨晚看到你的消息寫了幾句 我說 這樣一通到底 剛才說有7種通 什麼業務通 什麼通 都免得幫著說 那些是貴話來的 總之全部都是黨 直通死亡 直通地獄 直通地獄 直通地獄之門 我寫了幾個字 大家可以聽一下 各樣事情一通到底 1984再不是一個預言 而是落實到全民皆被大數據主宰的集體囚禁命運 豈止身不由己 更是極權政府包辦生老病死的 Brave New World 個體自由消亡 人人吹向行屍走肉的程式化行為模式 懂得吃喝玩樂 說法就是未來香港人生命的存放 你講完這件事我立即舉一反三 第一件事 大家可以想一下 過去一個週末 據我了解的 30萬人不上消費 嘩 本來價錢 一個週末30萬人 最高紀錄 30萬人不上消費 他們就走上去太邊爐 平均一個人的消費 就200元到800元不等 OK 我打個中間數 我當你四個水 四三一十二 哇 一億多 一億二千萬 一個週末一天就一億多 哇 其實現在你想一下 這個我絕對贊同老總所說的 它是將我們香港人的消費能力 吸納 吸納到北上 撐住它 不好意思 今集趕著陪的朋友 我真的很撐住 不要緊 爆一點粗 是增加一些辣味道 就是 撐住它深圳 他們那個消費市場 那個雞頭 用我們藍水 不調 是 是 是 好了 第二件事 是 然後 有些不熟悉的 真的有些不熟悉的 真的有些不熟悉的 賣樓 賣完層樓 舊北邊的 舊北邊深圳裏面的房地產 真的 用心良苦 其實你想深一點 是不是很契大 是啊 好了 還有一件事 當它方便你責人 上去上面做事的情況之下 它不是搶了你 但是香港的人才 不上去幫它做事 那你在香港拿了一條毛 香港就變了荒島 香港就變了荒島 它真的是抽乾你的 就是 殺了你不僅 將你的心肝脾臣 去賣光移植器官 賣了你的腦去打火鍋 如果香港是一個人 它真的在香港內臟滑空了 還要連你的骨術都暑了 對 只剩下一個皮囊 在香港 然後你的頭就可能放在廳裏面 就是展示出來 這個就是香港了 香港 一百五十年之後的遺跡 沒錯 遺跡 我還有一句 街市 我2025年之後 建中共那個三連計劃 數碼化社會控制的天羅地網裏 阿爺就拍板 大家就高高猛進 就進入這個 滾入這個奴役的新世界 奉獻香港人 都不要再發了一些 一國兩制的春秋大夢了 沒有啦 Game over 啦 你和前智傑說一下 不會再有 一國兩制1.0 翻生板沒有的 Edward 不管你 Edward還是Steward 總之呢 不要寄望中共 你寄望中共 就等於你器官被它滑空氣 身上哪個白色 哇 空氣官一樣 所以這個事件呢 其實昨天晚上出籠 我們今天第一天 在香港人家室裡 我們就馬上 就要告訴大家 我們看到背後那個 很Devil 很Evil的含意 很大的危機 很大的危機 還有要將你香港融掉它 將你身份認同化了它 殺了你的本土意識 告訴你 沒錯 所以它現在要將 2019年那種抗爭的 土壤連根拔起 大家要想一下 它為什麼會給你這麼多便利 讓你可以在大陸裡面通行無阻 沒錯 享受他們的service 看醫生啊 房地產買屋啊 認證啊 基礎樓 這麼舒服給你這麼多便利 其實就是讓你融入了這個 新的這個社區 將你的香港 擴入了這個廣東省裡面 然後你們接觸多了他們 了解多一些他們 享受了它溫暖的南方 這些的吃喝半樂啊 消費便宜啊 那些女兒啊 多水啊 如此類推啊 那你們這幫兒子 就沉醉在這個溫柔鄉裡面 永遠不會再抗爭的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軟侵略了 所以說 還有啊 到時我們香港人的 所有一些的本地文化 就會沒有了 你還有沒有蝦餃吃啊 吃一條毛啊 你吃一條毛啊 毛也沒有你吃啊 吃這個水煮魚啦 吃這個那些麻辣 土匪燒烤啦 如此類推 為什麼啊 因為你就是香港人 上去吃到慣了 到時他們下來這裏開那些店 你們就不會再抗爭 為什麼要吃糞了嘛 蝦餃 你等我吃啦 是 這個就是生活 給一些生活上的便利給你 但是你奪取了你的生命價值 哇 這個生活和生命 只差一個字而已 現在中共就是用生活的便利 什麼通什麼通 它說七個通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一些明目遊戲來的 最後呢 就換取你的生命的屈服 屈服於這個極權 數碼極權的體制裏面 所以香港進入了 數碼極權的 習近平新時代啦 為什麼呢 為什麼當時那個器官捐贈 自願兩邊互通互聯呢 是這麼多香港人反對呢 因為其實有很多有息之事 其實一早就看到了 你一個不在意 你在大灣區裡面跌倒 撼倒過頭 被人被老幹死亡了你 那你的心肝鼻沸腎 就馬上滑空了你 配合整個大陸 因為你的資料 全部大家互通了 沒錯 2025年之後 全國互通的 不單止大灣區 全國互通的 全國互通的 還有一樣東西 前一陣子 在施政報告裡面 方便大家 在醫療兩邊的南北輔助 它建議它推出一個APP 將你各下的 所有的一些 medical的 allergic 身體裡面有些什麼的病 Personal Health Data 就在你的手機裡面 我就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把我所有的東西 放在我的手機裡面 如果一個不覺得 何蘭茂先生 被人家撿了他的手機 然後一看 陽偉 Gedicine 膏丸發炎 全部都知道 心血菌毛病 全部都知道 那是PK 但是你想一下一個問題 他不pare你的私人 最重要就是 撿到你 暈了在街上 有用的器官 知道你的身體狀況是怎樣 他懂得怎樣用 怎樣classify 利用何蘭茂先生的殘區 都不殘的 原來是有用之區 原來我沒有自己枉折批評 原來我直接發現了我的價值 我的器官還有一些用處 是的 那就是被你撿到好 你很幸運 今天我們初步跟大家說 所謂的數字灣區 實情就是找人士香港人笨實 香港人就是 那些香港人貿人士 是的 找廣東省打頭陣 香港人沒有了聲 而且他居然完全不在香港開招道會 你又知道他用心狼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們香港不可以say no 為什麼我們被融入呢 為什麼我們被融入呢 為什麼不讓香港記者問一下 問一下 是的 沒有那麼奇怪 就是黨作主 黨的事 是不能夠被你質疑的 垃圾局議員裡面的人 為什麼沒有人會質疑這個問題呢 剛才我和何某老總提出來的 這些問題 垃圾局裡面那些是 你們是不是應該拿回我們 照list所有的問題 是 如果我們有說錯 是嗎 你怎麼解決我們提出這些疑問呢 沒有了 數碼極權是中共的最後殺手間 它不單止在港澳和大灣區走 全國都是這樣走 現在既然全國都行社會信用體系 既然電腦全國通 香港怎麼可能變成化外之地 怎麼可能變成法外之地呢 所以大家明白我們不是在危言爽定 是說一個迫近大家身邊的危機 這個危機不是影響你們一代 影響你們N代一路下去 如果中共一路統治你們下去 我們應該由香港大灣區轉回來 溫哥華 溫哥華 杜魯多最近走來餐廳 吃飯而已 在漢人街附近 有個酒吧 酒吧餐廳 吃飯應該會被 好像幾百個巴勒斯坦示威者追擊 入到餐廳搞到他要報警 有警察來 好像警察都來了 百多人 溫哥華市警 現在百多人 百多個警察 才可以將他救駕出來 什麼杜魯多不是很支持 弱勢那些受壓迫人民的 而且他是很大愛包容 招呼了很多 穆斯林國家裡面那些難民來 是啊是啊 為什麼那些巴勒斯坦人 這麼不給他面子呢 因為他最近說了一些支持以色列的說話 不是啊 他在這裏有譴責以色列的 為什麼要冷殺無辜啊 為什麼不停火啊 為什麼不停火啊 那方面的東西 都保不住數啊 在這個世界上面呢 只有他和馬克龍 兩個大左膠 這兩個人就 割打五十大板 待會就說巴勒斯坦 他們的哈馬斯組織 為什麼會發動這些恐襲 另一邊呢 就叻叻以色列 內塔尼亞湖 為什麼你不停火 為什麼搞人道危機 這些的契弟呢 就是左右逢源 立場不停 自己就沒有這個自己堅定的想法 就是公有他治有他 沒錯啊 兩邊他都贏的 但是現在他就該死了 你想一下 杜利亞很多 你搞了多少這些的人 就是敘利亞 敘利亞特別多啊 但是十年前收來 然後現在就是 其實巴勒斯坦的都不少的 敘利亞 你知道敘利亞那裡 有很多阿拉伯人當中 巴勒斯坦人一定不會有份 還有啦 你那些大愛包容 村上春樹的雞蛋與高牆 是吧 整天就說要幫弱勢 是不是 你沒有想清楚 弱勢那些可能都是壞人 他經常都說 雞蛋是要支持的 你永遠對著高牆 但是雞蛋可以變成爛蛋 還有臭蛋 還有臭蛋 臭蛋的嘛 所以這些這樣的 左膠式的二軍法 是所謂強弱對立的 有時是不行的 沒錯 你說巴勒斯坦 是 在以色列那些軍火 沒有裝到牙子 就說他們弱勢 但是他們搞恐襲 當時他們絕對強勢 因為他們無差別攻擊 那大家為什麼不想想 弱勢也可以搞恐襲 難道恐襲你都支持嗎 沒錯 那現在是吧 就是我樂於見到這個傢伙報應 說來又來 就是This is karma 即時 即時 還要在他人身低點 我給他帽子戴 在黨裏面的聲勢又最低 全國民望 全國民望超過半打的數字 他都是在插水 還繼續插 插 全體三能 三週末 直下去沒有水花 這樣插 是啊 這次的名義掃地 不是很遙遠 其實這次是 很遙遠 還有他剛剛 就是 民望這麼不好 就要給巴勒斯坦的示威者 來踩他牆 就是我覺得他很滯運 不過都應該的 他接夠鐘了 應該換下人 他黨裏面都滾用換人的 那我們都可以 盛傳功的 2014年的10月 可能 2024年 2024年的10月 可能就加拿大大選 這個不用坊間 I told you so 還記得 我們都已經有說過 我們說在2024年的4 9月打後 就一定會來了 我之前也都跟你說過 加拿大的聯邦 那個Election Department 已經發布了 核實我現在身份在哪裏 是 在加拿大還是香港 我是一個外外的Voter 還是一個本地的Voter 就是跟你定了位 沒錯 那他跟我定了位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們都知道就來了 他們要收集選民資料 要做一個選民登記 那就是說 沒有理由說 宣佈選舉才做 這些是市場做 現在做 絕對不住 無論你2024選 或者2025選 都是殺到來的 我在這裏再次呼籲 在香港的30萬的加拿大人 至少 是啊 最少30萬 那這就是他剃帝 你不想像 你這幫陳鹿 到時候有些什麼問題 自買機票回來 香港在那裏勾中門 勾保護 OK 在加拿大裏面 你這幫五家產 OK 麻煩你們 做一點點你的公民責任 立刻在加拿大那個網站裏面 是啊 駐港領事或者加拿大選舉 叫做Elections Canada Elections Canada 登記你們做一個選民 確認究竟在近的時間 你會回來加拿大 或者是網上海外 要去香港投票 有很多混蛋 因為回到香港 就很長時間了 可能23年 你說沒有了 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個選舉 does not fucking matter 如果你以前在士加寶的 是Ontario的 你就寫回士加寶 說回你那個區 就是原居原居的地區 沒錯 你在一個的 Kingsway 這個的 Wingowa 東邊的 你就寫回Kingsway 好像 如果你在列治民 或者是卡加里的 或者滿地河的 麻煩你們那些頭 個個登記回 做回一個選民 幫世界做一件事 Let's vote out you do Anyone but you do 是 看看 我們有眼看到 杜魯多 最終他們 求仁得仁 就是換一下 等他們多點時間去找另一個 是啊 50歲 性能力又這麼好 一追女兒 或一追兒子 給他多點時間 我們成人之命 沒錯 我們是君子 做這麼多事去追女兒追兒子 是啊 那我們由加拿大跳到南美洲 阿根廷出了一個特朗普式的總統 米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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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維爾米尼 有一個人叫做米雷伊 JP 米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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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可能是普通俣文 轉過來的 這個人抗共 親美 五條而已 他很年輕 五十二歲 是啊 那有些人說他五十三歲 我想是年頭年未出生 反正我當五十二歲 但他的樣子那麼多 為什麼 他可以練雙修 不是 男女雙修他是導師 他是一個好動者 又是名嘴 又是翻唱Roring Stone的歌手 不要緊 是啊 不是啊 他真的是男女雙修指導者 真的 男女雙修指導者 很多姿勢 看位置的他認識 可以的 可以的 不怪得他 你開玩笑啊 老總 咦 那我也要看阿京 到我這個年紀 不要啊 弄傷了一條肉骨 納粹人是負擔很多的 是不是 你每個月 每個禮拜走去做這些 物理治療 影響到加拿大 就是溫哥華 還有溫哥華 這個香港人家書 你之前拍攝總統 好 看著辦 看著辦 這位阿根廷的大紅人 現在變成世界大新聞 他說明是跟中共不借 反共的 堅決的反共者 他說絕對不會跟這些共產國家 包括中共俄羅斯玩 所以他會退出一帶一路 沒錯 也不會加一盒金磚四個 邀請他都不加 採你四步 所謂南非開院會 邀請其中一個A字頭的國家 就是阿根廷 那他說 他那個後任學生說 對不起了 我們不玩了 接著就 用那些秘索垃圾子來的 廢除中央銀行 廢除中央銀行 然後接著就 美元回 用美元 更厲害 香港人掛鉤而已 這陣子呢 有些小粉紅 是 或者在中共的黨媒 大吹大雷 因為中國呢 是阿根廷的 第二大的經濟夥伴 是啊 也都買阿根廷的 很多的一些原材料 原材料 牛肉啊 肉類啊 原材料啊 原材料啊 但是呢 他都don't give a shit I don't give a damn 不肯和你做生意 就不肯和你做生意 是吧 就是總之 採你四婆 他很決絕 是很決絕 他不得此啊 還是 叫做 叫做 叫做休克聯法 叫做shock therapy 要將阿根廷經濟呢 就是希望 就是翻生 因為阿根廷的通貨環漲呢 是超過140的 嗯 所以 雖然阿根廷他剛剛輸的總統 就是他的對手 就和中共簽了什麼人民幣 就是貿易協議嘛 是 買了中國東西 就收人民幣 或者賣貨給中國 就收人民幣 那現在呢 大家知道阿根廷和巴西 這些國家呢 收了人民幣之後 跟著就在香港 換回 沒錯 那你香港換美金 那你實際上 都不夠美金賣給別人 我們都很擔心 如果你繼續這麼多這些傻子 呢 就可以做民進民幣的 這個交易 跟著你的手 就在香港裡面換美金 香港的回聯系匯率那個的掛鉤 越來越難搞的了 是的 不夠啊 美金給你抽乾的嘛 俄羅斯最囊胎的 俄羅斯因為在國際上十被兵 因為侵略 難被制裁嘛 那這位米萊呢 又搞休克療法 有很多人就說 哇 你的理想很大啊 不過你可能是一個空想的自由經濟 空想的 那些女孩為什麽穿個玉帽 嗯 這些是時裝來的 你不知道了 最新2025年的 2025年提早登場 穿個毛髮神神的 一個拖鞋 還有一個玉帽 那這個公眾地方來的 阿米萊這位 叫做阿根廷的特朗普 會不會太過激進 太過誘 搞到就是 講了天下無敵 做就無能為力呢 我這樣看的 他現在擺明呢 就是對著你中共開炮 對著你左翼經濟開炮 沒錯 而這個情況呢 你擺明跟中共對著幹 是 中共一定會想這些方法 令你收皮的 我們見到 不是很遠之前 澳洲的大選 阿莫里森 會收皮的 是啊 就是這個 你說沒有中共在背後的干預影響呢 是一個很大的 pressure mark 是吧 那現在阿根廷有一個 這麼開的聲音 要搶你 嗯 還有也就是跟你斷絕一個 任何的一種交往 幾乎割席 有兩個可能性的 第一個可能性 就擺一個反共的房子 然後呢 就包你更大的一個好處 哦 中共你被人都沒得多 這次被阿根廷抓回來 抓回來就對了 另外第二件事呢 它真的跟你兼對著抗 這個時候呢 是 那你在南美裡面呢 其中一個窗口呢 就會沒有了 中共怎麼都不會 就是 這麼容易會放過的 因為為什麼呢 它要染紅這個世界呢 赤塊這個世界呢 它是無所必要的 那換句話說 南美獎的最大的國家 一個就是巴西 一個就是阿根廷 是的 是吧 它會不會放棄阿根廷呢 差不多這兩個國家 佔了南美大部分的土地 沒錯 而這位友仔呢 我都很認同他的米尼 他呢 就是孖差這個 現在的一個 一個方濟國 哦 教宗 說他是一個左翼的全家產 是啊 是啊 左翼的安裝 小小小小小 是啊 哇 他用得很絕密的字眼 我是很同意的 是啊 那又對於 就是那些左派的大政府呢 他心虎痛絕了 沒錯 所以他帶著他斷腳 當然是動具啦 然後就說 我一上場我就會叫那些政府部門 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我聽錯 八十八個部門 會割剩八個 哇 這麼狼開 這是一個口事來的 這是什麼政府部門 什麼環境部門 是廢東西來的 小政府的 小政府大市場 是右翼裡面的一個 最喜歡的這個做法 搞大 搞大它 你不需要政府的介紹這麼龐大 你要割割 你要把政府裡面的介紹 有這麼小 有這麼小 交給市場去做事 是 它是信奉絕對 市場主義 是啊是啊 市場力量 所以它 政府無關那麼多 交給社會 交給市場 是 這樣就可以減散政府開支 不用養得官僚這些 鑄米大蟲 那些人 譬如你看回我們加拿大 你看回我們那些 又散政府 又聯邦政府 又市政府 又什麼什麼聽 什麼什麼聽 還是那些文書往外 都浪費了些時間 沒錯 還有養著很多罪官 沒錯 還有很多的廢人 回去就打卡 喝咖啡 去pantry 吹吹水 做兩件事 接著又吃爛了 吃完之後又去打卡 走去pantry 吹吹水 聊聊 那3點3便可以走了 是吧 那你養這群的小子 你真的不得你死 是啊 那我和你吹河巴 所以我們這麼窮 沒錯 我們只能夠 喝杯那些東西 連杯紅酒 都不可以讓大家看到 講笑 但實際上 加拿大 有加拿大的 艱難大的一個問題 在南美洲 這個阿根廷 看一下米萊 米萊 米萊 都完全來了 來了一個特朗普式 一個旁人式的總統 我覺得這樣 就是好像提湖罐頂 那些佛教說 是的 一個令人打下來 對 當頭怕惡 令到 不過其實 都不僅僅是提湖罐頂 阿根廷的年輕人 就好像香港的勇武派那樣 不要再說這些東西了 這些老餅 夠味啊 你們 終於找一個 都不算很老的 忠賢 這個米萊 米萊 他坐牢很有方式 他直接在街上走 他不用鋪牌的 直接就在街上 然後接著就訪問 是 因為他做明俊來的 所以 你有機會可以從政 你也是明俊來的 臭嘴 真的 嚴重 嚴重 所以這次 年輕人力量發揮得到了 那麼我們在香港 2019年那種 年輕就是力量 在阿根廷就出現出來 還有一個 這麼早來了之後 我在明年的大選裡面 現在在美國的本土 那群20至30至40歲的 年輕的選民 其實都很against 這個米萊 會製造他塌 是啊 因為他81歲了 他連Britness Beer 還有這個Tater Script 都搞不清楚 誰打哪一個 Bionce 我不懂的 分得到泰勒斯 所以 和小甜怎麼都分得到 沒錯 拜登搞不定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已經世界局勢 變化磨擦 風雲變遷的時候 拜登搞不搞得到 這個 如果特朗普 是順利出到 跟他爭這個 2024年 這個美洲 就變得比較右翼的世界 就變得比較右翼的了 這個呢 對中共來說 也是更加乱惹的 我相信 如果特朗普一回復 這個阿根廷的米尼 就會馬上跟特朗普示好 因為大家這個看法 都是很近似的 特朗普現在的確 在他的 叫做 True Social那裡 已經恭賀了米尼 是啊 所以他說 我呢 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恭賀你很快 MAKE ARGENTINA GREAT AGAIN 那 你這個呢 就是M.A.G.A. 巴根廷 是M.A.G.A. 很大的同道 大家記得交來費 MAKE ANGELA GREAT AGAIN 又是A來的 3A黨 記住 3A 3A是安格斯奧最頂級的 沒錯 MAKE ANGELA GREAT AGAIN MAKE ANGELA GREAT AGAIN 好 大家講完 很感謝大家欣賞 很感謝大家收看 記得分享出去 按個like CLS 我們明天再跟大家聊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